所以大家来关心到的是柯文哲二度召开 积压点刚刚稍早结果出炉了 确定是裁定积压警戒 那当然大家都想问到底为何会积压 我们刚刚裁定的结果的这个相关的讯息也出炉了 那法院他们是认为呢他明知违法 但是还是让这个财团涂利了200亿 好我们这一节呢请到的大律师黄波罗律师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这一次的整个裁量的结果您怎么看 这我看我是看这个结果是觉得蛮错愕的 那就这个裁定的理由啦 我看了以后他是认为说这个容积率是违法过高 那柯P这边是知道而且执意为之 那甚至就是跟这个有坦诚部分的事实 但是随着这个追征侦查中的过程中 就是可能会发现持续发现说是否有收费的情况下 那虽然他坦诚部分的事实 可是跟其他共同被告的证实也不一致的情况下 为了避免证人的癥结性被影响 因此认为说在维护公益性的情况下 是不可以用积压的替代措施 所以应该要给予积压裁定 好没错但是律师我们其实稍早也提到一个关键 其实今天下午的时候一开始 法官是说什么 说这个不会考虑不会审着新市政 但是现在这样看起来的话 是不是新市政也影响到了这一次的判决 我在想恐怕是不至于 但是原本的卷宗资料或许就有呈现这些资料 然后去勾集以后去做出一个新的裁定 也是符合法律的 因为法院法官是有可以独立审判的空间 那就在原本的内容去做一个裁定的话 或许是原本的资料上可以引发他觉得是 有重大犯罪嫌疑以及有这个沟窜 或者是灭证的可能性 没有错但是我们看到了这一次 柯文哲他这一次是确定是裁定积压记件 但是未来来说的话 是不是也有可能在这个柯振营的部分 有可能也去再去提相关的抗告行动 对因为这一次的裁定结果对于柯P是不利的 所以他一定是可以提出抗告 那来确认说这个法院做出这个积压程序 是否有违法不释法的情况下 如果有的话高院一样会重新发回 了解 好可以听到大律师的这个筋辟的分析 但是当然我们也看到在外床的整个状况 事实上在刚刚第一时间的结果出炉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警方是筑起了两道的人墙 现场可以说是有上百名的警力 都来到现场来做相关的戒备 主要就是因为裁定的结果出来之后 其实现场的这整个这个支持民众 情绪是比较激动的 那当然稍后有进一步的冲突消息 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帮大家做掌握 再把时间交还彭内 好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因为柯文哲遭到积压境界 目前现场最近情况是 小草现在非常的失望 上百名的警力也持续的在戒备当中 那么现在根据我们了解 其实检方掌握提出抗告的主因 就是因为他们认为 柯文哲并非完全不知情 那我们持续带您了解 这一次整个案情回转的原因 我们继续交给记者泽瑞 判决出炉之后 我们从现场画面 你可以观察到一个重点就是 支持者变多了 除此之外 其实在刚刚第一时间的 这整个裁定的结果一出炉之后 我们看到的是 整个现场是两道人墙 我们透过镜头来看一下 刚刚我们看到这是第一道人墙 也就是在整个爱国西路 要进到不爱路的第一个现场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是第二个现场 也就是要进到北柬前的这个路段 现在也已经筑起了警方人墙 除此之外你可以看到 其实包括巨马也是一样 当然就是避免有冲突发生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不只是车道上 事实上如果你连人要进去 都会必须要经过相关的一个管制 所以你可以看到 现在车道来说的话 是已经完全没有办法通行了 除此之外 如果你人员要进去的话 你只剩下旁边一小小通道 但是如果你要进去的话 事实上你必须要有相关的证件 或者你有必要性进去 否则在这边通通都会被挡下来 你还要我怎样 要怎样 现在是怎么样 你千万不要在我婚礼的现场 我听完你爱的歌 就上了车 爱过你很值得 我不要你怎样 现在是怎么样 没怎样 现在是怎么样 我陪你走就如你不忍望 因为那是我 最快乐的时光 从这里来 我听过最感动的一句话是 只要别不忘记 我们都不会放弃 那今天老板 拜托你们 只要你们不忘记 我就不会放弃 好没有错 柯文哲跟北俭的第二站积压停 两个小时半之后 答案出炉了 答案是北俭逆转身 柯文哲被法官收押禁件 好 收押禁件之后 大家想问理由 但是北院的法官说 他们会先预知结果 待会会把理由 再会有一个裁定书 会再跟大家讲 到底理由会是什么 不过这一次你可以看到 360度的翻转 从原本无包请回 到现在竟然是积压禁件 很明显法官的新政 占非常大的一个成分 尤其是在过程当中 是不是柯文哲 知情容积率变大这件事情 在这一次的积压停当中 论战非常的多 有几个小东西先给大家看 关键就是 在1630就是下午4点半 开完积压停之后 包括柯文哲律师走出来之后 其实脸色并没有那么好 其中包括了震生员 我们去问他 他只说他低调 不知道这件事情 另外另外一个律师 陆正义 他只说自己尽力了 这一句尽力了 是不是也预言了 现在柯文哲被积压禁件了呢 另外我们也有发现到 主任检察官 就是北检的 中组的主任检察官 江珍玉 他一直面露微笑 从出去到进来 都是面露微笑 是不是也显现这一次 北检的胜利呢 好 另外到底 听上有多紧张呢 我们从几个方面 给大家来看 还记得我们今天 中午到下午 一直跟大家讲说 这一次的法官 感觉比较 往柯文哲这个地方来走 因为他认为是说 不要有一些过去的一些激症 把他拿来这个 鸡押亭里面过来聊 他不踩症 但是没有想到 这一次是却完全翻转 我们可以知道 如果不踩症 过去的新激症 如果不采用新激症的话 那其实时间 可以不用拉那么长 但两个半小时里面 到底在激变 什么样的内容呢 如果据法界人士的分析 如果是法官有新症的话 坦白讲 答案马上就会出来 但很明显法官是没有新症 所以这两个半小时内 左边是检方 右边是柯文哲 跟柯文哲律师 双方不断的在答辩 答辩到一个结果之后 法官在抛新问题 双方也不断的结问 所以在一来一往的过程当中 最后才会做出 这一个结论 那大家想说 当下为什么不给答案呢 因为他四点半 就已经结果出炉了 就已经鸡押亭开完了 但因为法官未求慎重 所以等了三十分钟之后 才预测这个结果 但原本想说是五点十分 但最后也拖到大概快接近 五点十五到五点二十的 这个时间点 才预知了这个结果 就是柯文哲被羁押境界 好 柯文哲被羁押境界之后 想必未来的发展会是什么 对于北京来说 好 这是一个胜利 但对柯文哲来说 对柯文哲的支持者 少少来说 当然是会不服气的 所以柯文哲想当然而 他的律师一定会提起抗告 提起抗告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又要再发回 高原 高原又要再省拙 会不会又进到第二轮的 甚至第三轮的羁押 我们也会持续为你掌握 以上最新 主播 好 谢谢照合的解释 那么这一次的家庭 其实总共开了两个多小时 是在下午四点半结束 那么一路拖到了5点15分左右 正式公布了结果 柯文哲确定是羁押境界 这一次其实柯文哲的律师 郑胜也提到 他整个过程当中 他已经尽力了 但是检察官也强调 张真玉是说 这整场平常心 看来他们彼此 双方早就知道了结果 那么这一次确定 在二度家庭 柯文哲是羁押境界 目前其实在北京外头 小草门的反应又是如何呢 以及目前北院状况又是如何 我们先连线记者黄子凤 带大家掌握 好 直播观众 我们现在就在台北地方法院 带给观众目前最新消息 也就是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在历经第二度的羁押停 目前我们掌握的最新消息 也就是下午的5点16分左右 台北地方法院裁定 收押境界 好 这是我们掌握的最新消息 所以说稍后呢 柯文哲所委任的王牌律师团 是否会对这个裁定 来做出受访相关的回应 目前我们都在台北地方法院的门口 这边还持续在守着 那么最新消息也就是 今天大家非常关注 也就是下午2点钟 所召开的二度羁押停 那么在历经两个半小时的停训 也就是呢在下午4点半的时候 停训结束了 那么呢结果就在5点16分 出土了 柯文哲才定收押境界 所以说稍后呢 柯文哲就会搭着球车前往台北看守所 这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最新消息 不过呢要来说到整起案件的发展 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也觉得在最近呢 就感觉好像是发展不断的变动 包含呢是2号台北地方法院 在第一次召开羁押停的时候 裁定无保请回 那么再三号也就是在隔天的时候 台北地检署不服 因此提出抗告 那么抗告也真的成功了 也就是呢在隔天高等法院发回耕裁 那么就在今天也就是5号的时候 台北地方法院重新来召开羁押停 我们要来观察这背后 包含台北地方法院第一次呢 在裁定柯文哲无保请回的时候 原因是写说 柯文哲犯罪嫌疑不重大 不过呢就在高等法院发回耕裁 理由却是写着认定呢 被告柯文哲涉嫌呢 积极介入金华城案 因此呢希望台北地方法院的 法官持续再来救命 也就是再来厘清 究竟柯文哲是押 或者是不押 而这一起案件呢一开始也引起 外界的哗然加上法界的哗然 也就是呢柯文哲最初呢是无保请回 所以说这一次呢 检方抗告成功 稍早呢我们观察到包含呢 在庭讯结束四点半之后呢 主任检察官江真玉他所领军的 那么他在离开法庭之后 他面对媒体呢是表示平常心 而柯文哲所委任的王牌律师 则是回应 他们已经尽力了 并且呢其中一名律师 就在这个停讯完毕之后 才总算赶紧趁这个空档去上厕所 并且来等待停讯的结果 那么就在稍早下午5点16分 台北地方法院最新的裁定结果出炉 也就是柯文哲收押禁件 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来掌握 台北地方法院究竟收押禁件的理由 究竟是什么 而稍后呢柯文哲就会搭着球车 前往台北看守所